好 那么已经被受到台风的影响 所以包含了北北基 宜兰四个县市 在昨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但是呢 却有这个网友表示说 自己的老板呢 竟然要求他们说 在台风假之后必须要再补班 让他非常的无言也傻眼 好 那我们就实际询问劳动部了 要求补班到底有没有 没有加这个加班费等这个薪资的 其实这样的状况呢 是违法的 好 另外呢 因为在昨天 其实台北也有不少的白货公司呢 都还是有营业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怒批啦 说这些公司真的是缺乏同理心 也引发了广大的讨论 大雨倾盆而下 台风卡弩为阳明山带来惊人雨势 二子平游客服务中心更是起了农务 能见度非常低 北北基一四个县市宣布三号停班停课 但有网友说放假放得很无言 售出对话记录 老板说安全第一 台风架改天再补班 还说先放心爽 改天再不爽 让这名员工傻眼直呼 看到补班就不开心 不少网友也怒批直接检举 哪有台风架补班的 真的凹好凹满 不过雇主到底能不能要求补班 劳动部说要求补班不违法 但如果有扣劳工全勤或薪资不全额给付的情形 就不行 可处罚业者两万到一百万元 而台风架不少民众首选做这些事 外面风雨再大 还是要相约唱好唱满 KTV全爆满 热门电影场次更只剩前三排 还有人去逛百货公司 台北市宣布停班停课 但像大直美丽华 天母大业高岛屋 新一区的att for fun等 同步晚上八点打烊 没有停业 让网友怒批公司死要前缺乏同理心 台风架放不放 其实老资双方可以先沟通好 毕竟台风天上班的确很危险 但如果放了假 却还要求补班 就算没违法 难免还是让员工感觉有点差 华时新闻张婷宇张道勇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时新闻YouTube频道